蝴烏戰火延宕兩週年 俄羅斯完全控制阿夫傑耶夫卡 兵力懸殊 彈藥短缺 泽林斯基莫安會上喊話求軍援 普京重申 願意和談 俄烏關係遲早會恢復 釋放何種信號 俄反對派領袖猝死獄中 再添羅生門 俄羅斯大選在即 俄烏絕利還將迎來哪些變局 俄美歐又將上演 怎樣的國益與暗戰 今日看世界 文武戰爭兩週年之際 俄羅斯控制了阿夫傑耶夫卡 這標誌著烏軍從2014年開始 在烏東所建立的最後一道防線 被突破 普京說這是重大的勝利 俄軍從去年10月開始 進攻這座工業的重鎮 最近更是投入了大量兵力 三面圍攻 俄軍再次使用了在巴赫穆特的 唯三缺一戰術 目的就是要誘使烏軍不斷增援 持續消耗其有生力量 與此同時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 他強調烏克蘭軍隊 受制於武器短缺 烏方正是在借機向西方施壓 包括之前對克里米亞 黑海艦隊俄境內能源和軍事目標 持續發動襲擊 烏方所採取的一系列非常規動作 都是在向歐美喊話 烏克蘭仍然是具備持續作戰能力的 但是一旦援助斷絕 撤軍崩潰就在眼前 但藥即可正在成為 烏軍所面臨的嚴重問題 斯列斯基當天 還與美國總統拜登通了電話 討論當前的戰場形勢 以及美國對烏援助問題 拜登則把援烏不力 歸咎於美國國會 另外歐盟方面原來是打算 3月之前向烏克蘭要交付 100萬發炮彈 現在說只能兌現一半 從大反攻到丟重鎮 烏軍精疲力竭 西方援助意願也在逐步地動搖 烏克蘭在西方國家外交事務當中的 重要性正在下降 在俄烏雙方都付出巨大代價之後 阿富杰耶夫卡之戰以俄進烏退告一段落 當地時間2月17日 烏軍總司令斯爾斯基宣布撤出 這座駐守了10年的戰略重鎮 俄防長邵伊古同一天向總統普京報告 俄軍已完全控制阿富杰耶夫卡 約32平方公里的區域 並向縱深推進8.6公里 烏軍損失超1500人 據克里姆林公網站發布的消息 在阿富杰耶夫卡的戰鬥中 俄軍每天對烏軍發動 460次空中精確打擊 每天實際投放彈藥約200噸 目前 俄軍正在阿富杰耶夫卡 進行大規模排列作業 俄羅斯總統普京 向俄軍官兵表示祝賀 稱這是一個重大勝利 他指出 在烏軍指揮官 下達撤退指令之前 烏軍已開始 從阿富杰耶夫卡混亂撤離 撤退命令實際上是為了掩蓋 這一事實而做出的政治決定 這場戰役的勝利 其實政治上的意義 對於俄羅斯而言 在俄烏戰爭兩周年之際 能拿下一個戰略要地 對於鼓舞全軍時期 有著重要的作用 那不僅如此 3月17號 俄羅斯還將舉行中東大選 雖然普京勝選 連任是大概率事件 但也需要軍事勝利 對政治勝利 要向回應 加油主委 那第二則是軍事上的意義 如果烏軍長期在此 駐紮西繞俄空地區 則必將導致俄軍的病例沈散 影響日後對奧德薩等 更重要的戰略要敵的爭奪 這也是俄軍一定要不惜代價 強行把刺的主要原因 同時 俄軍利用對該市四個多月的圍困 維甸大員 集中殲滅了大量 烏軍的有勝力量 而在政治意義達成後 烏軍領導層更換之後 立馬為烏軍將士的生命 和健康主動撤出 也是要為日後和俄軍繼續激戰 搏鬥為下戰鬥的後衷 阿富杰夫卡是頓涅子克市 北礁的衛星城和工業中鎮 距離頓涅子克市區僅十多公里 除了重要的戰略價值之外 它的工業經濟價值也不容忽視 這裡有鑒於蘇聯時代的焦化廠 是歐洲最大的焦炭生產商之一 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發生後 這裡曾被親俄民兵占領 四個月後又被烏軍奪回 從2014年到2022年 烏克蘭危機升級的八年間 烏克蘭在這裡修築大量攻勢 形成一座由混凝土岩體 組成的堡壘 隨著去年夏季 烏軍反攻勢力 俄軍從10月開始 進攻阿富杰夫卡 但我們不認為 這場戰役的結果 將是整個戰爭的轉折 因為從俄羅斯的戰略想定而言 拿不下基辅 也要拿下俄德桑 這才能把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威脅 降到最低 當然要達成這個目標 也是難上下難 因此退一步而言 如果阿富杰夫卡戰役的完成 能讓俄乌雙方都打不動了 同時也讓俄方徹底穩定 五東四周的形勢 形成戰略僵持 那麼也可以說 該戰役能起到轉變戰局的作用 那麼目前雙方對五東四周的爭取 不僅體現在軍事上 也體現在管制能力和歸属感上 俄羅斯動用了全國的資源 支持俄空領土的建設 就是要給烏東烏空地區做好 示範工程 但烏克蘭則在烏空地區 不斷動用特任部隊和遠程火力 打擊熄饒 也是要饒乱人心 因此俄方對烏東地區的控制 還沒有完全達成戰略目標 更多的是對當地居民 信心上的鼓舞和支持 本月8號 烏克蘭總統澤列斯基 進行了一次豪賭 宣布將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 扎盧日內撤下 換上原陸軍司令斯爾斯基 對烏克蘭人來說 58歲的斯爾斯基並不陌生 俄乌衝突初期 他成功指揮基輔保衛戰 因此獲得烏克蘭英雄的稱號 上任不足10天 斯爾斯基下發的首個命令 就是撤出阿富杰夫卡 其實烏軍內部對斯爾斯基早有怨言 他指揮的巴赫穆特防禦戰 變成天有戰術 大量消耗烏軍有生力量 打了9個多月後 這處頓巴斯交通要地 在去年5月被俄軍佔領 現在對澤連斯基來說 他是希望寸土必征 寸土必收 要收復他的所有的備戰領土 那麼這個目標顯然它不是軍事目標 它是一個政治目標 因為在戰場上稍微有點經驗 比較務實的高級將領 包括像扎路日內 也包括斯爾斯基 其實都明白 你在戰場上 憑你現在的你的實力 你很難完全收復備戰領土 你更很難去擊潰俄軍 我只能是什麼呢 阻擋你俄軍大兵推進的勢頭 那麼繼續保持戰勢的膠著 這對烏軍來說 其實就是最大的收穫 或者叫最大的勝利了 但是作為軍事將領 他要服從政治統帥的命令 這一點他跟扎路日內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澤林斯基要提拔 斯爾斯基呢 總的來說他還是軍事 服從於政治 那麼斯爾斯基上來之後呢 其實他也做了調整 比如說呢 把戰場上轉向了戰略防疫 那麼以這一次呢 烏克蘭失守 以此為標誌 也就是說烏克蘭在整個的 烏東地區在俄烏戰場上 總體來說處在一個被動 處在一個戰隊防禦的 這麼一個情況之下 這一點呢 在今年不會有大的改變 兵力不足 但要短缺 是烏軍當前面臨的困境 那麼撤軍時間的選擇 當然是有講究的 在烏軍撤離前一天 澤林斯基先後到訪德國 法國 並與兩國簽署了 長期雙邊安全協議 兩國將分別向烏克蘭 提供價值70億和30億歐元的 軍事援助 而烏方宣佈撤軍 恰逢慕穆尼黑安全會議開幕 在軍事層面上的最重要原因 是炮彈短缺 政治層面則是向美國 乃至西方盟友進一步施壓 烏克蘭如果能對美國2024年大選 國會關鍵法案表決時施加影響 這比戰場上 一座城池的得失更重要 所以決定是正確的 讓他們進入圍牙 取決定要離開到另一邊 這不代表 這不代表 那些人們出現了幾公里 和俄羅斯什麼都被困了 她什麼都被困了 我們應該要解釋 俄羅斯在兩年來的 打算在西方 做什麼做 什麼叫做什麼 他們破壞了幾個 有幾個小的城市 但是他們最重要的是 這是我們的生命 烏軍失守阿富杰耶夫卡 給美國兩黨鬥爭又添了一把柴 美國總統拜登在撤軍當天 同澤林斯基通電話 將原無不利 歸咎於美國國會不作為 雖然只是提到國會 但顯然拜登建制共和黨人 2月13號 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一項 總額953億美元的 對外援助法案 其中大約600億美元 都用於烏克蘭 但想要成為法律 這項法案還必須在 國會眾議院獲得通過 然而 眾議院議長 共和黨人約翰遜 14號卻表示 眾議院不著急審議和通過法案 並堅持將對外援助 與美墨邊境非法移民問題掛鉤 總的來看 目前呢 特朗普也好 包括共和黨的強硬派也好 MAGA派也好 其實在原污這個問題上 面臨著一定的 國內外的這樣的壓力 有輿論的壓力 有道義的壓力等等 在目前來看 我來預測 最終上會 付出表決的可能性是有的 那麼共和黨和民主黨 和這個共和黨強硬派 和拜登政府之間 有可能做這種妥協 做這種交易和利益置換 彼此讓步嗎 共和黨想得到什麼呢 在移民這方面 得到它所想要的 它想拿到的 那麼在民主黨那方面 拜登這方面 他最終有可能會通過 他想要的 600億美元的原污法案 這是一個大概率的方向 所以呢 美國在今年 還繼續會援助烏克蘭 而且這個力度也不低 那麼對拜登來說 我們講過 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 尤其把自己今年的連任大業 跟烏克蘭戰士的勝敗 緊緊的捆綁在了一起 那麼在目前的情況下 美國拜登 還不可能去放棄烏克蘭 也不可能去放任烏克蘭失敗 所以呢 2024年 俄烏戰士不會迎來一個關鍵的拐點 戰士還會繼續僵持 那俄烏戰爭打了兩年 美國對烏克蘭的軍員也達到了 七百五十億美元之距 而且2024年就是還要追加援助 六百億美元 不過這六百億美元劃下的軍員大兵 能否到位還面臨著重重的阻力 總體而言 就是因為三個內訌 第一呢 是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內訌 今年是大選年 民主黨 共和黨都希望在關鍵問題上打壓對方 所以共和黨不可能讓拜登 輕易拿到原污的這六百多億美元 第二個呢 是美國兩黨內部的內訌 那共和黨極端保守派和民主黨極端自由派 在黨內也對本黨的決策是有意見的 周一也將增加 美國兩大政黨達成軍員 烏克蘭共識的黨內阻力 那第三呢 則是歐洲國家內部的矛盾 包括歐美之間的矛盾 那反對軍員的德國右翼勢力 在敵方選舉中活勝 匈牙利也一直在歐盟內部是唱反調 周一也是美國軍員的國際社會主要主力 要知道 歐洲國家目前為止也援助了烏克蘭850億歐元 可如今地主家也沒餘糧 歐盟對烏克蘭的支持能否為意 將面臨很多問題 但歐軍只要在戰鬥 美西方的軍員就不會停 這也是基於目前的兩個原因 一是西方國家測算 無論從捐火銷售 還是出於拖住 俄羅斯不要在中東和非洲和美西方爭奪利益 那目前用烏克蘭消耗俄羅斯 還是已經賺錢的勝利 第二是美國今天要大選 歐洲議會6月也會選前 總得向烏克蘭表示一下 向選民表示一下 但選後是否還有援助呢 還有待觀察 2月7號 克里姆林公證實 美國記者卡爾森採訪了普京 這是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 普京首次接受美國記者的採訪 在長達兩個小時的時間裡 普京回答了大約60個問題 採訪視頻在13小時內 就獲得了超過6000萬次觀看 目前全球收看量已達10億次 卡爾森強調這次採訪非常重要 因為美國人完全不知道 俄羅斯和烏克蘭正在發生什麼 俄羅斯專家表示 這次採訪足以打破歐美 在俄羅斯聯邦面前 筑起了信息牆的一個缺口 普京表示 如果美國想停止俄烏衝突 就應該停止向烏方輸送武器 他強調 俄方多次提議和平解決烏克蘭問題 從未拒絕談判 願與烏方任何領導人合作 普京相信俄烏遲早會達成協議 以和平方式結束衝突 兩國乃至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 也將得到恢復 並表示這需要很長時間 但是會恢復 對於俄烏戰爭開打後 第一個採訪普京的西方知名記者 他對普京的採訪 可以說從某種程度上 實現了俄羅斯與西方的溝通 但之所以說是某種程度上 是因為這種溝通 僅限於增加了西方普通民眾 對俄羅斯及俄烏戰爭的了解 每西方主要國家政府 以及所謂的主要媒體 仍然頭腦僵化地 把俄羅斯定行為 徹頭徹尾的大模特 甚至紛紛指責 凱爾森是叛徒走狗 稱他採訪普京簡直令人作憂 這種先入為主 或者有罪推定的做法 無意不利於俄羅斯 和美西方的全面有效過程 不過總體而言 此次採訪還是達到了 普京的四個目的 一是正如普京所言 西方領導人聆聽了他的採訪 這是好事 其次也要向全世界表態 俄羅斯願意通過談判 解決俄務問題 恢復俄務關係 第三在此基礎上 如果能夠通過他對卡爾森 進行配合的問題 進行深入淺出 同時有屬於相識的回應 也可以向一部分 美西方民眾 乃至烏克蘭民眾說明 國務問題的歷史脈絡 和兩國關係的密切特殊 這其實也達到了 金上添花的效果 而第四點 則是在俄羅斯大選前 普京泰然自若 吼住全場地接受了 美國以攻擊性挑釁性出名的 保守派記者的採訪 展現了大國自信 和對國內國際大事的把控性 個人魅力使用 因此呢 我們也可以借此預測 俄烏和談的前景 即俄羅斯願意和談 但前提是在俄羅斯認為 控制住了局勢 俄雙方又無法繼續推進戰事 同時呢 美西方國家也認為暫時繼續 不利於美歐國家的利益的時候 雙方和談就會開始 烏克蘭在此問題上 其實沒有什麼主動權 只能仰人鄙息 慕尼克安全會議的第一天 俄羅斯反對派人物 納瓦利內在欲語中猝死 再現羅生門 納瓦利內是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之一 也是普京最為主要的反對者 自2010年開始 他就以反腐為旗幟 以社交媒體為動員工具 組織社會抗議活動 還參與各級選舉 成為俄羅斯國內政治標誌性人物 由於他的死發生在俄總統大選前 不到一個月 這引發了俄內部 以及西方的高度關注 北約和歐盟多國政要 紛紛把矛頭直接對準俄政府 拜登發表講話 將納瓦利內之死歸咎於俄政府 並且威脅要對俄羅斯實施更多制裁 而特朗普的表態頗為特別 他並沒有指責俄羅斯和普京 而是把納瓦利內之死 同自己所面臨的司法困境聯繫在一起 暗示自己也遭到了政治迫害 特朗普對於俄羅斯的表態非常溫和 相反對於北約的煽動性言論 卻讓整個歐洲都不寒而栗 特朗普說如果再次當選總統 對於國防開支沒有達到 國內生產總值2%的北約盟國 美國不會再為之提供抵禦俄羅斯入侵的軍事保障 這個言論一出令白宮和北約都深感震驚 長期以來 特朗普一直毫不掩飾稱讚普京 2016年俄羅斯還被指干預了美國大選 而近日普京首度對11月份 就要登場的美國大選公開表態 他說美國總統拜登當選對俄羅斯更有利 因為特朗普難以預測 特朗普隨後回應普京表示 他把這種說法當作是一種誇讚 日本朝日新聞分析認為 普京的發言很可能是為了向美國民眾 傳達俄羅斯認為拜登更好對付的形象 而為特朗普實實在在地推波助瀾 3月份俄羅斯大選就在即了 俄 美 歐還將上演 怎樣的博弈和暗戰 拭目以待 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死亡 引發的風波還在持續發酵 2月16日俄方發佈通報 47歲的俄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 在獄中死亡 目前死因還在調查當中 2月19日 納瓦利內的母親在律師陪同下 前往關押納瓦利內的監獄 以及自治區首府 薩列哈爾德的太平間 但並沒有找到納瓦利內的遺體 根據俄調查人員的說法 納瓦利內的死亡原因尚不清楚 屍檢工作需要14天才能完成 而俄總統秘書佩斯科夫 在被問及何時將遺體 移交給家屬時表示 客工沒有參與這些程序 官方調查正在依法進行 2008年 納瓦利內在政壇展露頭角 起初她在博客中曝光 俄羅斯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 貪污腐敗 隨著走紅 納瓦利內逐漸明確了 參選莫斯科市長 俄羅斯總統的政治目標 反腐敗的矛頭也指向了普京 梅德維杰夫等政府主要領導人 2019年時 納瓦利內曾發布視頻 指控前總理梅德維杰夫 作用大量財富 包括建有豪宅的私人島嶼 和遊艇等 並稱 梅德維杰夫的妻子 擁有一架價值5000萬美元的 私人飛機 用於往來俄羅斯和歐洲 還諷刺稱 梅德維杰夫的工資 也不過每月10300美元 只夠這架飛機 飛行一個小時 2021年1月 納瓦利內還發布視頻稱 俄總統普京在黑海沿岸 格倫日克獨家聖地 有一座價值13.5億美元的豪宅 吸引了網絡上超億次點擊觀看 普京隨後否認了這一消息稱 視頻中展示的東西 沒有任何一樣 是我或我親屬的財產 從未屬於我們 也永遠不會變成我們的 納瓦利內的高光時刻出現在2013年 他在莫斯科市長選舉中 以27%的得票率居於第二 西方領導人 開始以俄羅斯反對派領袖 乃至普京的對手稱呼他 當然 反腐敗活動 讓納瓦利內官司纏身 有時是原告 有時是被告 有時是證人 甚至最後成了被害者 2020年8月 納瓦利內在返回莫斯科的飛機上 突然昏迷 被送往德國進行治療 被德國官方診斷為 俄方軍用級神經製劑諾維喬克中毒 並得到國際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組織的確認 這起事件隨即在俄羅斯及歐洲 引發軒然大波 俄德兩國爆發新一輪外交戰 歐盟也對俄羅斯施加新一輪的制裁 中毒事件演變成政治事件 普京在當年的年度記者會上 還罕見地公開回應稱 如果是我們動手 沒有任何人能救活他 2021年2月 納瓦利內反俄後再度被捕入獄 2023年8月 他再次因建立極端主義社區 資助極端主義活動人士等罪行 被判19年有期徒刑 並一直在監獄服刑 眼下 俄大選在即 納瓦利內的死引發了西方高度關注 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 納瓦利內之死表明自由的靈魂 在俄被判了死刑 德國總理舒爾茨 對此表示感到非常悲傷 並稱這是俄近年來 發生各種變化的可怕跡象 對此 俄羅斯總統秘書佩斯科夫回擊道 在結果尚未公開前 西方政客便對普京發表了 粗魯且不可接受的言論 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瓦也發聲稱 法醫鑑定尚未出結果 但西方已經準備好了結論 美國白宮2月20號宣佈 將對俄羅斯實施新一輪重大制裁 以讓俄羅斯政府為反對派領袖 納瓦利內之死付出代價 我來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會在俄羅斯宣布 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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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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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暗示自己也在經歷著 與納瓦利內相似的可怕遭遇 涉忽暗示圈 情機會很失敗 尤其是誇的 因為他自然會被移世 反正應該會有嗯 就在全球为俄乌战争和白亿冲突 关注操心的时候 一个人的生死 却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俄罗斯著名的反对派领袖 纳瓦利内在流放地猝死 让美西方又找到了攻击 制裁俄罗斯的新抓手 而纳瓦利内之死 之所以引发了这么多关注 还是因为他是目前俄罗斯最活跃 影响力最大的反对派领导人 同时也是美西方国家 给予厚望的普京接班人 但这一切得引起生死于衷而严消云散 虽然目前俄罗斯和美西方舆论 对于此事的博弈还在继续 但不过也是各说各话 纳瓦利内的死亡是一回事 如何利用他的死亡达成各自的目的 才是目前各方的真正诉求 但实话是说 纳瓦利内的死亡原因和死亡时机 确实非常蹊跷 又是在俄罗斯即将举行 总统大选前夕的特殊时刻 这无一给了美西方国家 大力攻击俄罗斯和普京的口识 因此到底谁是赢家 谁是幕后黑手 目前断言还为之上早 但我们相信俄罗斯不会蠢到 在大选前制造这么个事件 因为当年俄方情报机构 曾经警告 北欧国家密谋使用 纳瓦利内作为神圣的牺牲的可能性 因此也是不无存在 当然 也不排除俄罗斯内部的D级红和高级黑 也会对此事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但就如当年卡书级致死一样 证据如此确凿 过程如此残暴 美国现在不也一样 在积极拉罗沙特 争取沙特在石油配额 众多问题上的支持 因此这些政治人物的生死 不过就是强国国益的极品而已 随着2024年大选的临近 美国外交政策又一次 站在严峻的十字路口 特朗普卷土重来的阴云 正在欧洲上空引发焦虑和恐慌 特朗普2月10日 在南卡罗来纳州 参加竞选集会时表示 如果北约成员国拖欠了会费 在俄罗斯攻击欧洲国家时 美国不仅不会出面援助欧洲 还会任由俄罗斯攻击北约的 欧洲成员国家 上月底 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的竞选集会上 发表演讲时也曾经表示 如果美国受到攻击 他不相信北约会站出来 帮助美国进行防御 拜登随后表示 特朗普的这些言论 发出了危险且令人震惊的信号 并且不符合美国精神 白宫发言人也回应指 特朗普鼓励俄罗斯攻打美国盟友 是精神错乱及令人震惊的 欧美主流媒体立即评论称 特朗普的言论 让整个欧洲不寒而栗 欧洲领导人也都在认真对待 特朗普一旦再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欧美和北约可能会遭遇的困难时期 随后 法国再次提出 必须尽快建立与北约平行的 第二道欧盟自主安全机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应该将武器装备制造 建立成欧洲的工业基础 并发挥军事作用 使欧洲成为国防安全的 一股强大力量 与作为大西洋联盟 欧洲支柱的北约相辅相成 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强调 北约会毫无保留地履行 保护成员国的承诺 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人 拿欧洲的安全做赌注 眼下 欧洲已经提前 开启了防范模式 而世界各国也必须为 应对一个不稳定 不可预测 难以控制 但仍怀有全球野心的美国政府 做好准备 从实际效果而言 特朗普当选 绝对俄罗斯更有利 特别是其孤立托尔群的外交原则 无疑将把欧洲国家推向 和欧洲对抗的最前线 但中国也有句俗话 那就是不迫不力 向死而生 如果届时欧洲各国真正认识到 必须和欧洲友好相处 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 或者说发现只有欧洲人靠欧洲人 才能团结一心 同仇敌忾的对付俄罗斯 那么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欧洲一体化进程都会加快 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才会重归正轨 而特别是在三月份欧洲大选 结果揭晓后 欧洲国家发现未来六年 甚至十二年都要面对的还是普京 而美国仍在为互乱补宽的国内政治 那以后不止的时候 也许才会安下心安 好好想想欧洲的未来在哪里 欧洲的朋友是哪个 欧洲的朋友是哪个